这样一个痴情的女孩 为何会逃避和心爱的人结婚呢 我不跟她结婚也是有原因的 就是她没房子 我怕我父母不同意 你说她叫做再有房 你二婚不跟我说清楚 我也不可能同意啊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这个女儿自主之中不表态 其实这个女儿 她非常在乎父母的感受 母亲虽然说房屋不重要 但是既然提了 她觉得母亲说的对 尽量争取早有房屋 对她的男友也是一个解脱 同时对母亲也是一种安慰 同时还有一个稳定的家 一举三得 她的出发点是好的 因此即便母亲 没有给她施加很大的压力 那么她意识到父母 对这个是有一定的想法的 真的是一个非常孝敬的孩子 她真的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纠结 她怕伤了你们 当你知道她这个心理状态 知道她的目的之后 其他什么都好理解了 那现在你能接受 她跟你分手这件事吗 我接受了她不爱我了 她已经跟我分手了 这个现实 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还喜欢她 就是到现在为止 让你这么坚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你觉得 其实是因为您俩有误会 只不过这位误会 没说清楚 然后这件事情 只要把这事摊开了 说明白了 这件事情还有会儿 所以您才如此坚持 还是因为不管她怎么想 反正我不想撒手 所以我才这么坚持 我内心挺希望能跟她复合的 但是我自己理直上是明白 她不会放下她的自尊 来跟我在一起了 是在我跟她自尊之间选 她可能更希望要的是 她自己的自尊 所以我也不会再 所以她想要她自尊这件事情 您是不能接受的 我没有能接受 那么就面对分手这个事实 然后建立自己新的 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我觉得这件事 对我来说挺难的 我就做不到